受地震影響目前花蓮玉里到富里铁路中断 只能够依靠客运来进行接驳 而台东县政府10号率先实行了 TTGO花东温馨接送预约媒合服务专案 提供台东转运站和玉里火车站各一趟次接驳 共有80个人预约体验 民众都说很方便 县长老庆林出现在台东转运站 挥手欢送今天搭乘首波TTGO 准备回到台北返工或返校的县民以及旅客 受到地震的影响 目前台铁玉里至副里路段 仅能以公路客运进行接驳 为了让民众来到台东更加便利 台东县政府结合中央以及地方资源 办理TTGO花东温馨接送预约媒合服务 10日进行首次免费体验 吸引了不少民众预约搭乘 从台东到花莲大概预约有61位 刚好就差不多我们的60位的承载量 然后但是后面昨天他们又有的取消 所以大概差不多50位从台东到花莲 那花莲接回台东的大概差不多近30位左右 县长老庆林也表示 感谢重古车队大力的协助 希望能够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让县民以及旅客不必因为接驳的问题伤透脑筋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10月10号是我们第一次的市营运 那今天是免费 那以后会收费 那今天的免费非常特别 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看到很多的民众 他们已经知道这个消息 就来台东转运站 集合将会做到玉里 花莲玉里站 然后再从花莲玉里站 直接做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 未来我们每一天都会透过APP 来做TTGO的APP 来连结我们的民众 需要的民众 协助接送的重古连队车队表示 看到县府积极处理交通问题 因此也非常乐意与县府合作 提供民众更加便捷舒适的服务 而预约搭乘接送的民众则认为 这项服务十分的便利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协助 让我们所有的游客 不是只有本地的我们的乡民 都能够获得妥善的照顾 都能够获得妥善的照顾 那么重古连队就是重古 大家所有在地的青年 愿意来做这些公益活动 来帮助我们重建家园 让我们的游客也好 让我们在地的乡民也好 很快地能够度过这样一个 非常时期的危机 当然一定会有 我们也不用再换车了 也不用担心跟不上什么的 就是一路到直接到玉米 这方便很多 台中县政府也表示 12日将正式推出TTGO 花东温馨接送预约美和服务的专案 县府会针对车资进行补贴 详细的办法将于12日公布 并在14日正式启动 记者陈基林 台东市报导 有助力